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站的精彩進攻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第一場 這是由柯柯他所帶來的進攻 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皮卡藍胖屋 他選擇在這個陣型的靠近七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了寶寶龍 先幫忙清掉外側的建築物 然後在三點的地方下出了法師 也是一樣要幫忙斷邊 等一下準備要從四五點的中間 下出工程車來往陣型的中間開進去 現在寶寶龍打掉了靠近六點外側的建築物之後 柯柯他在五點鐘的這個位置下出了女王 接著會在旁邊下出天使 準備要讓天女一路往上走 柯柯帶來這個部隊配置當中 有兩隻皮卡以及大量的藍胖 還有一大堆的狂暴法術 目的就是希望我們的天女 跟主力部隊會合之後 兩隻皮卡走在隊伍的最前方扛住火力 天使換手跑來補我們的藍胖群 一路上就配合大量的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天使跟藍胖部隊快速的往前推進 現在天女自己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後排在這邊下了一罐毒藥之後 下狂暴並且開了女王的技能 才有辦法順利殺掉對方的援軍 然後工程車從四五點的中間下出來 旁邊跟上了皮卡 後排就準備要下出藍胖部隊 現在工程車開了城牆之後 皮卡就直接跟進去 接著把手上剩下來的藍胖女巫 以及蠻王丟出來了之後 因為外側的建築物清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們所有的部隊 通通都沒有繞著陣型的外側走 而是往陣型的中間 跟著工程車走進去了 部隊進去了之後現在有一點分家 一小批的藍胖女巫部隊 走到了陣型右手邊的地方 而我們的皮卡雙王 以及剩下來的藍胖 後面跟著天使 則是走到了靠近陣型左手邊的這個位置 現在趕快下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部隊繼續的快速推進 而剛剛的主力部隊 因為一進去之後 馬上就解決了對方的兩座火箭了 所以現在我們的天使還活得非常的好 跟著我們的部隊後面前進 然後呢在這邊卡牆的位置 再下出了最後一罐狂暴法術 加快我們的部隊開牆的速度 並且讓我們的天使 繼續的幫部隊補血 現在我們雖然快速的秒掉對方核心的防禦建築了 但是我們的天使也已經死光 法術也用完了 手上只剩下最後的幾隻寶寶龍 柯柯他是選擇把一隻寶寶龍 下在靠近10點鐘外側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只會受到對方一座法師塔的攻擊 這隻寶寶龍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打掉這幾棟建築物 而且這個位置是背對對方的吹風機 我們的寶寶龍比較不會受到干擾 現在我們的蠻王和皮卡自己砍牆出來 跟寶寶龍集合準備要收掉12點外側的幾棟建築物 手上剩下來的最後一隻寶寶龍 應該就會下在9點鐘外側左右的這個地方 對方剩下來的防禦建築物已經不多了 雖然我們的皮卡跟蠻王都存活下來 但是他們走路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又沒有辦法砍到牆內的建築 所以現在在時間上其實是非常有壓力的 我們只能靠著這幾隻寶寶龍趕快飛過城牆 打掉城牆內的這些防禦建築物 這樣子才有辦法順利的拿下三星 還好最後的時間是來得及 完成了這場10本的天女皮卡藍胖烏的三星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接下來的這場進攻 對手這個10本使用的陣型 是9本的一個網路防狗球陣型 它的4座防空火箭都是偏置的 那阿帕其他帶的部隊配置是天女武神 他打算在7點外側的地方下天女 然後從5點的地方用法師來幫天女斷邊 希望我們的天女可以從7點的這個位置 一路往9點的方向前進 然後會在9點的地方斷邊 從大約7、8點的中間用工程車 然後搭配我們的武神 跟天女會合之後 直接衝到陣型的核心去 現在我們的女王 面對對方的三座單體防禦建築的攻擊 馬上就殘血了 下一罐狂暴法術 可以把女王救回來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這個天女看起來好像沒有要往9點的方向走 反而是要往3點的方向前進了 阿帕其他的反應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他馬上就決定把我們的進攻面 改成從6點到3點的這個面打進去 他從3點的外側下出蠻王來斷邊 從這個面打進去 唯一的差別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太早就解決掉對方的女王 現在工程車從4、5點的中間下出來 準備要跟天女會合 然後後面跟上來藍胖 蠻王跟法師也已經將3點外側的建築物清掉了 所以現在女武神下出來之後完全不會走歪 通通都跟著我們的工程車 一路要往正行的中間衝進去了 工程車走在最前面 然後我們的天女跟部隊會合 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之後 在這邊下了一罐毒藥 然後下冰凍法術先動住對方的援軍 在這邊下狂暴法術 從我們的工程車上下車的會是武神 所以狂暴的武神在核心的中間 不但是秒掉了對方的女王 而且也秒掉了對方核心非常多的防禦建築物 因為靠近3點內側的兩座防空火箭 已經通通都被解決掉了 所以現在天使是順利的存活下來 繼續的幫我們的部隊補血 蠻王繞到了陣型的外側 後面跟著法師幫忙收掉外圍的建築物 現在看起來陣型的內部已經沒有任何的建築物了 然後我們的武神還有藍胖部隊 通通都有存活下來 女王的技能還沒有開 我們的手上甚至還剩下一罐狂暴法術沒有使用 哇這個進攻真的是太酷了 節奏掌握得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臨場的反應非常的好 我們的天女走歪了 還是有辦法直接用臨場的反應拿下這個三星 最後扣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非常的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最後一場進攻是由烏魯 他所帶來的11本狗球進攻 面對這個11本的陣型 烏魯他先在8點外側下出了一隻法師幫忙斷邊 然後在9點這邊下了一顆黑球 結果這顆黑球探出了一個黑色炸彈 而且還探出了角落的電塔 烏魯馬上再補了一顆黑球 把角落的電塔解決掉了之後 從旁邊下出寶寶龍來 一樣是要幫前戲部隊來斷邊 接著烏魯會從9點外側先下出黑胖 幫忙扛一下這邊的火力之後 在後面下出了工程車 這個工程車前進的路線 還可以直接把對方放在陣型外側的這個聖水庫給打掉 算是非常的超值 打掉了聖水庫之後 我們的工程車繼續往前 開了第一面城牆之後 後面就直接下出了雙王 現在外側的建築物因為清掉了 雙王還有後面跟出來的老頭通通都不會走歪 跟著工程車往陣型的裡面走進去了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之後 烏魯在這邊下了一罐狂暴法術跟毒藥 然後馬上就開了老頭的無敵技能 要保護我們的部隊快速解決掉對方的城堡援軍 還有對方的女王 現在我們在工程車上面的藍胖下車了 但是他們沒有吃到狂暴法術 沒有辦法打出效果 所以烏魯在補丟雷冠狂暴法術給藍胖 這樣子一來 我們的前夕部隊就順利的帶走了兩座火箭 一座吹風機還有對方的女王跟援軍 但是沒有辦法打到對方的大雕 所以烏魯趕快將狗球部隊下進來 讓我們的狗球趕快去處理掉對方的大雕 第一隻狗是從七點的外側下進來 第二隻狗是從大約四點鐘的外側下進來 後面跟上了黑球並且配合加速法術 讓我們的黑球趕快飛到對方大雕的上空把它解決掉 最後一隻狗是從三點的外側下進來 而在三點的角落又冒出來了一座電塔 所以這個陣應該是把電塔通通都放在這個陣型的四個角落了 順利的打掉對方的大雕之後 現在烏魯在我們巨隊的黑球頭上丟了一罐補血法術 然後將對方的第二座火塔動起來 讓黑球趕快解決掉它 從一點鐘的外側下出幾顆黑球 要幫忙扛住最後這座法師塔的攻擊 並且配合最後一罐加速法術 讓我們的黑球趕快處理掉這邊的幾座防禦建築 接下來手上還有剩下三顆黑球 就是用來處理掉角落的電塔 在十二點的外側還有六點的外側 的確都是藏有電塔的 所以最後扣著了這幾顆黑球就發揮了很大的效用 把這些電塔打掉了之後才可以節省時間來收尾 這場的進攻火狗通通都有爆開來 而且黑球剩下來的數量很多 我們的女王跟老頭最後甚至都是殘血活了下來 所以收尾絕對是沒有時間上的壓力 最後就這樣子漂亮的拿下了這個十一本的三星進攻 使用的部隊配置是狗球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九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先來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拜拜